大家情人节好 刚才我起来的时候 我们家我爸已经说了 祝你情人节快乐 说你的礼物晚上才有 我都猜到是啥 就是花 没有别的玩意儿了 最近从昨天开始 我就开始有鼻子有点过敏 然后一直打喷嚏 一打喷嚏就流鼻涕 烦死了 我就怕今年因为天气暖和 就是花粉过敏就会提早 最早来德国的第一年 第二年是没事的 然后三四年过后就开始有反应了 就连吃水果我的嘴唇 它都会过敏 就痒得不得了气 就是你看你一个小点 一个小点白色的那种 很神经病 你说今天是情人节 明天就是元宵节 哎呀 你说这日子过得好快啊 下个星期 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我们就去科隆 到他发小家 因为他发小上班的公司出了点事情 这个时候最需要家人和朋友的安慰了 我们家也要过去安慰他一下 然后周日的时候把他家闺女接过来 就是他家闺女现在上高一 比如说对于国内来讲就上高一了 他们现在要选专科嘛 就是专业 然后呢就是让你到你认识的人的单位去 公司去实习看一看 观察一下 我们家他呢 他家闺女就 到他爸的公司里头去 然后呢就是星期天 我们星期六不是到他发小家去吗 星期天把他接过来 就是我们星期天回 回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他闺女接到我们家里头来 接到我们家里头待一个礼拜 待到星期五 跟他爸一起去上班 一起下班 挺好的 我说正好这孩子也跟他爸相处时间也挺少的 正好 我说晚上的话 我说因为他吃不惯中餐嘛 我就在想让他习惯习惯 他不喜欢 那我又做不了别的 我也得上班 是不是 所以呢我说你要习惯一点 好像老天爷都知道 今天是情人节 所以天气特别好 看阳光明媚 天气很暖和 明天我要到我的家 我的医生那里去了 要下午去上班 看看这边 看看我们家这边 还行吗 看看谁说 没有情人的情人就不能过节了 你看我们四个菜 都是硬菜呀 我的妈 唯一一点绿就可以了 其他都是毁 这是叉烧 这是凉拌 叫什么的 叉烧 蜜脂叉烧 广式叉烧肉 广式叉烧肉 下班了 我们去坐车 我老公不来接我 他定了个位子 因为今天情人节 虽然老夫老妻的也愣慢一下子 带个新同事 叫他怎么坐车 就在前面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车站了 马上就到那里了 我要等我老公已经问我在哪了 本来是打算回家化个妆换个衣服的 结果他今天比较忙 他没时间接我 所以我现在怎么办呢 只能自己坐车过来 我不知道他在哪 这个餐厅很近 这边就是S班 这边就是餐厅 很近的 很方便 我老公过来接我的 他也刚到 这边停车可难停了 看这个就是餐厅 这个 餐厅 哇人好多呀 人好多呀 好多人 好多人 我们进来里面了 现在还要点吃的 他家的菜 其实他这个菜没有以前的好吃了 可能换厨师了 可能是为了节约材料 因为疫情期间亏本 看 刚刚在这里 然后这边我们在看电视 我们的啤酒来了 说不喝酒的 来的啤酒 你都能不喝吗 Chez 今年 呀 我老公饿了 他等不及了 他要吃沙拉了 这个沙拉是不是很迷你 我也觉得很迷你 我们的菜 要等一会儿 今天人特别多 看看我的菜上来了 当我老公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酥 你还不酥 谢谢你 OK 谢谢你 你看看我老公吃的蔬菜吗 还要减肥 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们 所以对我们特别关照 才吃 看肉是充满的 还有这么多 我老公今天难得 连沙拉都没吃完 为什么 你吃饭 因为它很酷 所以 马上9点钟了 人越来越少 少得不得了 我点了一杯 辣椰马齐豆 我们家点了他一杯 浓缩咖啡加一杯 这就是我们俩的浪漫情人节 我们吃好了 明天我老公还得上班 我要去医生那里 我们吃了75块7 给了78块钱 是不是还可以 你看这个蜡烛 还挺好的 这个花是真花 不能靠得太近 给它烧坏了 哎呀 明天他得上班 我也得上班 我下午上班 现在回家 我们喜欢这家 就是Brow House 还喜欢就是 它的卫生间很干净 就是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我特别 就注重它的卫生间 因为 卫生间不干净的话 你都不想去 他们家的卫生间 的确很干净 毕竟人家是四星期九点了 看不错吧 很干净的 有抽籽给你用 什么都有的 现在我们已经回家了 我今天不知道怎么的 一瓶啤酒都没喝完 脸烫得要死 哎呀 不想喝 你像平时我还挺喜欢喝啤酒的 今天就不想喝 后来就喝了一杯咖啡 不想喝 吃的好撑 感觉 可能是我中午吃的太多了 然后我听到 后面看不见 我听到后面有 有那个塑料纸包着花的那种声音 我说我听到什么了 我老公说 这是我的雨伞 哎大哥今天都没下雨 我说雨伞你从来不会打开来的 你都是把雨伞给包起来的 我知道 在说雨伞也不是塑料纸对吧 某人还给我这道惊喜呢 以前我们家他可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他认为送给这些东西 在说情人节 德国人又不过情人节的 但是今天我们到餐厅里头来 很多小情侣 不是来过情人节是过啥的呀 然后那个经理 他看到我们来 又给我们打招呼 哎呀 你看这两个人恩爱的 一直这样 我本来就是我们俩 我老公说 对呀 我们俩本来就是这样嘛 我说 其实我们在外面已经很 很简点了 没有像那种轻轻握握的 在家里更放肆 那你想想看你就 爱这个东西 要挂在嘴边 放在心里头干嘛呢 所以呢 说出来 爱要大声说出来 做出来 爱是一个动词 哎呀 我听到什么声音呢 又听到了 倒下来了 因为他开车开得快 大家揭晓答案 哎呀一可就都到家了 到家了 我们家捧着一束花 看看呢 这个花好大呀 看看我家上的 大家看看 Dankison is for me 原来是 他知道我喜欢蝴蝶男 他去买的 还知道买了一个这个 还知道这个盆还买了呢 还不错 可以吧 我以前 他以前 就是我以前跟他讲过的 我说你给我送 不要送那种花 鲜花会枯掉的嘛 花五百日红嘛 我就说了 我说你该买这样 这种的可以长时间的 我们家那边 那边那个最长的这个 去年的情人节送的 你看一直讲到今年 多划算呀 我把这个放到我们家这边 茶几上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有情人忠诚眷属 我觉得我买的这个 也挺好看的 我这也有一颗心啊 对不对 蝴蝶男真的是特别好养 而且经常开花 花期又长 真的是太棒了 长得又漂亮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了 今天要早点睡觉 明天去看医生哦 然后呢 祝大家天天开心 咱们明天见吧 看德国男人也过情人节 是不是拜拜 拜拜